疫情延燒又出现了口罩抢购潮 业者表示从疫情警戒升级之后 口罩的销量成长了十倍 而排队买口罩的人 有人一买就是两三盒 还有人一次爆走了两大箱 共四千片 也把工厂原本一个星期的捕获给买光 业者强调他们会加强产能 预计从下个星期开始要增产十倍 一天要产一百万片口罩应付需求 随着疫情警戒升级 国内口罩需求量开始飙升 国家对生产线加强产能 之前疫情缓和时 一天生产十万片 但现在起产能要增加十倍 口罩观光工厂又出现买口罩人潮 这两天销量成长十倍 一盒五十片装的口罩 有人一次买两三盒 甚至一次爆走两箱四千片的口罩 百亿兴起的捕获全都扫光 连通路商的订单也都下好下满 口罩业者因应国内需求 原本的国外订单减少出货 先以国内订单优先 目前口罩国家队还没收到征收 增加实名制口罩的需求 民众买口罩也没有限额 业者现在提高产能捕获 让民众都能买到需要的口罩 对抗疫情 国内讯黄志林品星 谢综艺 张华报导